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中國的千人計劃簡直是無孔不入 滲透到美國每一個專業領域 但隨著中美關係持續惡化 這班千人計劃的參加者 陸續遭到美國政府的清算 最新有消息指出 說有54名隱瞞參加千人計劃的科學家 同一時間遭到美國方面的炒友 來到這一刻 千人計劃可以說是遭到了嚴重的受創 美國科學雜誌披露 說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在2018年的時候 啟動了針對研究人員的外國關係調查 在對於87個機構的科學家進行深入調查以後 發現得到有七成的科學家 沒有向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披露 他們曾經獲得過外國的資助 而有五成四的科學家 沒有披露他們參與了外國的人才計劃 當中有隱瞞參與千人計劃的問題尤其嚴重 至於隱瞞接受外國資助的科學家當中 資金來源有九成三 都是來自中國的一家機構 在絕大多數被調查的科學家當中 多數都是五十多歲的亞裔男性 而四分之三的人得到了國立衛生研究院的資助 總計金額是1.64億美元 換言之這群人其實是兩邊收錢 正在吃兩家茶禮 一方面正在收美國公帑的資助 另一方面又接受千人計劃的利益 而且還隱瞞申報 國立衛生研究院對科學雜誌說 有八成二的被調查對象 都是五十多歲的亞裔男性 這結果並不令人驚訝 因為這群人正正是中國人才招聘計劃的目標 實情也是 早前那些已經曝光的千人計劃參加者 大多數都是中年的亞裔男性 不論是中國的移民也好 大馬華人也好 或是當地的華人也好 反正年齡特徵和種族特徵是非常類似的 預計美國政府對於千人計劃的清算行動 肯定是會陸續有來的 其實這群參加千人計劃的美國科學家 根本上不是在當地沒有受到資助 只不過就是受到貪念所累 所以才出事 實情這群美國科學家 全部都已經入籍 宣誓效忠美國 這群人去收錢 協助其他國家 竊取美國科技和知識產權 豈不是等同於賣國的行為 既然入籍 拿了美國護照 就已經是美國人來的 本身在當地已經有一份非常優厚的資助 這樣也不滿足 還要額外再收一份 然後干犯一些有為道德的事 現在被美國政府查出的時候 變成兩頭不到岸 兩邊的資助都失去了 而且分分鐘還有法律後果 所以這群人純粹是想不開 接著就看看中國經濟的數據 大陸政府在3月份的時候 已經不斷敲鑼打鼓 說要盡快投入復工復產 說要盡快聘請經濟復甦 好 最後他們的成績是怎樣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 昨天公佈了幾個數據 第一個數據 就是工業生產的數據 5月份的工業生產增長速度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4% 這個數字就是自從去年12月以來 最高的增幅 但仍然是低於預期的增幅5% 國家統計局就說 當前的工業生產總體恢復向好 但困難和不確定因素 仍然很多值得關注 第一 就是行業和產品的回升力度有所減弱 在41個行業當中 有25個行業出現增速回落 或者降幅擴大 第二 就是消費品行業出現下滑 增幅由上個月增長0.7% 變為今個月下降0.6% 而服裝、家具、文教工美、皮革製鞋等行業 下降幅度更由5%至11%不等 第三 就是出口訂單不足 工業出口交貨值由升轉為跌 部分出口比重較高的行業出口交貨值更加下跌一成以上 即是外貿訂單還未回籠 而且內部需求有所下跌 這個可以從消費品的零售總額反映出來 零售總額已經連跌四個月 五月份的跌幅是2.8% 雖然比起四月份的跌幅 7.5%有所收窄 但仍然是低於預期的2% 反映失業和疫情反撲 令人消費更加謹慎 實情之前大陸 猛鼓吹叫人要進行內部消費 然後又叫人多花錢去挺起中國工業 實情這些全部都是唐水滾唐魚的東西 當農民工去到城市根本沒有工作的時候 他們何來有錢就是消費 更何況就是 6億人口每個月賺1,000元人民幣 9億人口賺2,000元以下 這班人本身已經捉襟見肘 都可以說是月光族 又要交租又要這樣那樣花費 基本上就是首庭口庭 故此就算李克強總理所提倡 地攤經濟真的搞得全面推行也好 只不過是在有限時間之內頂一頂 因為這畢竟都是唐水滾唐魚 當沒有一塊新的資金投入市場的時候 大家用來用去那些錢有誰用啊 所以始終都是取決於外貿訂單何時回落 就是取決於外國的疫情何時回落 只有西方發達文明國家 他們的經濟活動回復正常 中國的經濟復甦才會有看頭 現在不單止消費品的零售總額出現下跌 連固定資產的投資數據也下跌 在今年頭五個月 固定資產的投資跌幅是6.3% 大幅超過預期的5.9% 當然還有鬼人去買固定資產 固定資產是說商品房 那些貪官 暴發戶 一隻二隻都經常想盡辦法 搞盡腦汁 要將在大陸的資產轉移到外國 他怎會參與固定資產的投資呢 至於就業數據又如何呢 5月份官方的中國城鎮失業率是5.9% 比4月下跌了0.1% 下5月份的城鎮新增就業人數是460萬人 你信不信呢 明明外貿訂單還未回籠 而且內部需求持續疲弱 但失業數字仍然有所改善 這個國家當然是非常偉大光榮和正確 不用說 這個數字真是厲害 但是現在大陸的疫情就有所反撲 這個對於中國的經濟復甦 又帶來了一個非常不穩定的因素 本來外國的疫情都開始慢慢進入尾聲 開始要恢復這個經濟活動 如果中國沒有出現這個疫情反撲的時候 肯定下半年的經濟數據 就是會有所反彈的 但是現在能不能夠反彈得到呢 就取決於現在這個第二波疫情的爆發 究竟嚴不嚴重了 所以這個世界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中國整天想著固定自己就可以了 馬上就要投入復工復產了 只不過惹到全世界都是的時候 何來還有需求呢 結果別人就cut down 下一cut down的時候 就算你怎樣復工復產都好 都是白亡一場 好了 到你打算搞得好的時候 可以接收到外國的外貿訂單 只不過現在又有疫情反撲了 到底疫情反撲成怎樣呢 現在北京市就宣佈了 說全市的社區防控工作 就進入戰時狀態 並且就要展開敲門行動大排查 什麼叫敲門行動呢 就是通過張貼公告 上門信聞 電話微信聯繫等多種方式 去排查自從5月30日以來 曾經去過新發地農產品批發市場的20萬人 以社區作為單位 就近安排核酸檢測 並且作居家觀察 即是隔離 要隔離20萬人 而且根據消息所說 新發地農產品批發市場 就是供應著北京全市九成人的 蔬菜肉類和水果 並且是幾乎所有國家部位 事業單位和軍隊機構的食堂 他們的供貨場地 真是難怪這麼嚴重 這個新發地農產品批發市場 要這樣煞有介事 去做這麼多防控工作 因為一般 如果是普通農產品市場 話知你 原來是這麼有來頭的 這個新發地 難免是要加緊做排查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